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旁邊的這輛藍色的 納智捷S3 就是我們今天要為大家試駕的車型 今天寒流來第一天 大家看到影片的時候 寒流應該已經結束了 這台車其實 我們之前沒多久才剛試玩 不過這次改款的重點 並不是在你看得到的外觀或內裝 而是兩個重點 第一個 安全 安全配備填滿了 第二個部分就是隔音系統 做了一點強化 引擎變速箱還是維持一樣 甚至外觀造型也是類似的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它的價錢 還有等級也不一樣 目前只有四個等級 我們今天為大家試駕是最高的 68.9萬 入門是55.9萬 不管你買到任何一個等級 基本的主被動安全都一樣 也代表就是都有六氣囊 都有循跡系統 所以也可以這麼說 所有的車廠不要再拿氣囊數的多寡 來做成本上的考量 氣囊一顆其實沒有多少錢 也不要說循跡系統很貴 所以循跡系統是他們很大的成本的負擔 這個都不是重點了 我可以接受就是 其實這台車就是我講的一樣 我可以接受沒有螢幕 但是我沒有辦法接受 安全配備要分等級 那我們今天為大家試駕 全新小改款的納智捷S3 既然它的外型改變沒有很大 好我們就大概的為大家介紹一下它這次的外觀 首先在燈泡的部分 當然不會有LED 只有一個地方有LED 就有LED的光條就是日行燈 其他全部都是傳統的燈泡 你看它整個車頭遮性 其實它的線條非常的豐富 並不會看起來太呆板 納智捷原廠工程師 在設計好車身外型之後 然後把很多的鍍鉻材質 包含了類Carbon的一些烤漆放在上面 來提升它的質感 畢竟它的車架屬於入門車型 所以你不要太苛求它的外型 甚至它的材質 又或者是它的造型有太多的變化 就算今天只是小改款 在車側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 大家很在意的懸吊系統 前賣花層 後拖曳幣 後是非獨立懸吊 前是獨立懸吊 不過內建的煞車系統 是四輪跌殺 這個也是很多人很在意的 輪胎的配置 目前有分為兩個等級 除了最入門的 55.9萬台幣的 它搭配的是185 65 R15 其他三個等級搭配是205 55 R16 說到輪胎 既然今天是小改款 外觀沒什麼好介紹 跟大家講一下輪胎 很多人很喜歡 一年365天用一種胎壓 如果你的胎壓設定是夏天的話 在冬天會不足 如果你的胎壓設定是冬季胎壓的話 在夏天會過高 最近這幾天常常碰到很多就是 大貨車也好 或者是轎車也好 煞車不急 又或者是輪胎抓地力不足 而造成一些悲劇 甚至一些車禍 在這邊提醒大家 輪胎真的很重要 它關係到第一個 你乘坐的舒適性 第二個 你的輪胎的性能 再來一個油耗表現 最後一個很重要 煞車的自動性 所以 當你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記得 趕快去檢查你愛車的胎壓 尤其最近比較冷 所以要特別注意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 它是一個雙色的車身 在腰線以上一直到車頂 是黑色的 下半部是原本車身的烤漆 入門的兩個版本 和高規兩個版本 插在內裝有一個大螢幕 就類似一個iPad的螢幕 然後在外觀上 只有在最高規格的版本 才有一些配備 包含了360度的環景攝影系統 還有AR的底盤透視系統 盲點的前車影像 雙車頭的車側的影像 以及360度 所以這些配備 你在後視鏡 甚至包含車頭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CCD了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之前我們也介紹過 它的方向燈 並不是整合在後視鏡上 而是在前葉子版上 然後在車門 很難得前面兩個門居然還有感應鑰匙 而且你只要按著這個橫槓 按下去就可以鎖門 手只要放在這個門板裡面 就可以開門 我們來介紹車尾之前 先看車尾兩側 上方有SH的天線 而且上方的烤漆 這個是真的烤漆 不過它在藍色 就是在C柱 藍色和黑色結合的地方 其實這個是一張貼紙 它的貼紙是有藍色和黑色的 可以創造一點點的 顏色上的造型 我在想可能是 藍色和黑色烤漆的結合的地方 有一些技術上的困難 所以乾脆就貼了一張貼紙 來把它遮掉 我們接下來看它的車尾 車尾造型也是沒有變的 右邊寫的S3 然後整個尾燈呢 有一點立體的造型 以及部分的LED燈泡 保桿的下緣還是黑色的材質 一樣有一些類碳纖維的印刷設計 然後後方 左邊是後霧燈 右邊是倒車燈 我每次打開納子節 任何一款車型的引擎蓋 都會覺得它好重 但是我想重是有它的原因的 不管是我們今天試駕S3 甚至我之前在西班牙巴塞藍辣椒 為大家介紹那個撞擊測試的U5 又或者是U6 它每一台車 其實它的整個車頭的結構 你可以很明顯看出 第一個引擎蓋很重 所以它板筋非常厚實 第二個部分就是 納茲捷的車其實它的重量都比較重 雖然會增加一點油耗 可是我想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打開引擎蓋有格熱棉 但是沒有油壓頂桿 上面告訴你很清楚 低VVT可變氣門 不過還是一具1.6升的自然進氣引擎 原廠特然特別強調 水野教父有做過調整 但是它的馬力數據 包含的峰值還是一樣的 它的排氣量是1556cc 最大馬力116匹 扭力的表現15.3公斤米 壓縮比一樣是11.1公斤 自然進氣你要做大幅度的調整 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比較容易的大概就是 第一個公文電腦第二個進排氣 第三個可能它的壓縮比 不過你要是動到這些的話 有可能廢氣排放 又或者是噪音可能就沒辦法過關了 所以這次的引擎並沒有做更動 甚至包含了變速箱 一樣搭配的是可以模擬七速的 CVT無段變速 原廠公布的平均油耗 在最入門的版本 14.8公里 一公升可以跑14.8公里 其他三個比較高規的等級 是15.1公里 能源效率統一都是二級 我們來稍微介紹它的空間機能 首先它後方沒有電子閥 只有在場規下方有個倒車CCD 所以你要帶著鑰匙 那開啟後不用長按 這個遙控器只要按一下 就可以開啟了 打開之後可以看到就是 它為了要讓整個行李箱空間表現更好 所以門檻和行李箱底板落差非常非常大 也因為這樣才可以創造470公升 六四分離椅背沒有倒平的情況下 有470公升的行李箱容積 但是行李箱容積表現平整性還不錯 所以你只是插在 你要跨過這個門檻拿重物 但是它的行李箱 你要放一個出國最大的登機箱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甚至你要打球 放高爾夫球具也很容易 又或者是你小家庭買車 你要放兒童安全座椅 就算你生了雙胞胎 要放兩個兒童安全座椅也沒有問題 我們來介紹它的內裝 其實它的內裝大致上和小開管之前是差不多的 那只差在我們剛剛所強調的就是 它的規格等級剩4個 以及價錢做了一點更動 不過安全配備卻填滿了 你看到B柱上面 這邊寫的Airbag 所以它是全車系搭配六七囊 另外還包含了循跡系統 循跡系統的開關在這裡 我們來啟動引擎 有引擎啟動扭 以及前面兩個沒有感應鑰匙 如果你買到入門兩個版本的話 它就沒有中間這個12吋的大iPad 然後最頂級的版本 才有周邊的這些攝影機 包含了你現在只要熄火開車門 它還有一個後方CCD攝影的鏡頭 主要是告訴你就是 你不要很多人開車門 就喜歡這樣啪就開 然後摩托車就撞上來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安全配備 那我們剛剛大概花了十分鐘來設定 像這個是原廠提供的HTC的手機 當今天你要做連線之後要記得 第一個藍牙要打開 跟它配對 第二個Wi-Fi也要打開 再來一個就是你在做配對動作的時候 不能夠去接它扶手後面這個USB 等到你做好了所有鏡像輸出之後 最右邊有一個手機模式 按下去之後 手機裡面有一個APP 打開之後設定好無線投影 跑出來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Sync Plus 然後後面有它的編號 你把它按下去之後 接著就可以做手機的無線傳輸了 設定好之後 第一個它的畫面的質感不好 因為它是透過無線的 第二個就是它這個畫面有點小 你當然可以把它放稍微大一點 可是放大一點之後更慘 就是它的字都看不清楚 你可以在手機上操作 也可以在這個螢幕上去控制你的手機 它算是一個鏡像輸出 而且這個模式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你手剎車拉桿只要放下來之後 它就取消了 它告訴你為了安全考量 不能再開車的時候去操作手機 或者是螢幕 你一定要拉著手剎車 然後拉了之後再去切換一次 手機投影 不過通常會用手機投影 大概就是用手機內建的導航 但是S3在最頂級的版本 它還有一個內建的車機的導航 所以你用它車機導航其實就夠了 然後包含了行車AR 也是最高規格才有的 透視底牌也好 周圍的很多鏡頭 不管是實際的鏡頭 或是虛擬的鏡頭 全部可以在這邊做顯示 以及你打方向燈的時候 會告訴你 車輛旁邊是否有障礙物的CCD照射 然後下方空檔的系統是單區的 變速箱一樣是CVT 而且可以切換到旁邊的手排模式 進行切換 方向盤後方沒有換檔撥片 然後在方向盤上面 左邊就是聲控加上音響的大小聲 以及多媒體和電台切換的按鈕 右邊定速裝置還有藍牙電話的接聽 然後在方向盤左邊有一排密密碼的按鈕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後方行李箱開啟的按鈕 它是按壓式的 並不是拉桿式的 座椅都是手動調整的 不過它的座椅的發泡棉 這次做的改變了 變成更偏向舒適 其實不要說納字節了 包含日產 在座椅的設定上 都希望能夠符合跟你家沙發 同樣的舒適品質 然後又可以兼顧到支撐和包覆性 所以座椅的乘坐品質來說 這一次也是S3改款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但是因為軸距沒變 空間機能就不再介紹了 這一次改變的重點 而且除了我現在講的這些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等一下試車 要來看看它的隔音工程 是不是做的強化 我之前在日本的 Votopolis試駕 U6的時候 我對它的評價非常好 而且非常超值的一款 跨界SUV 不管是我包含其他媒體 從水野教父 臉上滿意的表情 可以看出它對這台車的誕生 經過它的手中 去調整之後的U6 它確實很滿意 但是我們今天試駕S3 其實並不是納子傑的問題 是它的基礎 所謂基礎有幾個 第一個 你的銷售價格 會影響到你的造車的成本 納子傑在現有的成本的考量下 做出來這台車呢 它確實就是符合一般代步 然後它盡可能的把它所有 可以用得上的配備 包含了螢幕也好 包含了很多的鏡頭 又或者包含一樣的儀表板 一樣的方向盤 以及變速箱 加上這具引擎 然後把車價壓低 我們也不能怪納子傑 其實就是只能這樣子 除非今天 假設S3賣你賣到70萬 80萬 然後把很多東西的質感大幅的提升 包含引擎 可能裝上GT220的引擎 或是GT的引擎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我寧願去買什麼 所以納子傑很清楚 就是把價錢做區隔 你要最入門的就是S3 那很多人去展這間試車 可能也會先入圍圖 覺得說 我花60萬 60出頭萬 我可以選的車子 包含了大家所知道的T牌 H牌 甚至F牌 然後再來比這台 在安全配備上 就是我們看到的菜單明細 它確實是比較好 可是在實際駕馭起來的感覺呢 這具引擎 第一個 它的噪音還是明顯一點 第二個 變速箱 反應稍微慢了一點 這個在我之前試駕S3的時候 我曾經就講過 它的變速箱 可能再需要做重新的調整和設定 我記得那時候我講出來 因為網路上一片倒的說 這台車的引擎出力 底盤表現很好 所以啊 只有我說它稍微有 有點要加強的空間 然後好了 我就被圍剿了 也不知道誰來圍剿我的 然後就說了一句 什麼你亂講 你根本不懂 什麼什麼 講了一堆 那我今天再試到S3 還是一樣 就是它的油門踩下去 你踩得很深 伴隨而來就比較大的噪音 以及一點空空的感覺 那踩得很淺 可能沒辦法達到你要的速度 但是這一次的座椅 確實做得升級了 所以你乘坐起來 舒適性表現不錯 還有支撐性表現很好 沒有什麼包覆性 所以左右側形的包覆性不夠 但是背部的支撐 還有整個發泡棉的設定 不會像一台很入門的小車 方向盤的輔助力道 是很輕的 所以你很容易上手 然後再來一個部分就是 右腳的油門踩踏很鮮性 但是很鮮性 你的踩踏的比例要 角度要大一點 因為它踩比較深 才會有你要的動力 最後一個就底盤 這個底盤 並不是底盤的問題 底盤的整個晃動當然有 可是在我們常常試車的磁磚路測試 其實比較大的缺點是來自於輪胎 輪胎的噪音比較大一點 然後我們拿到車的時候 可能我們是第二梯嘛 可能現在大家還是不太在意胎壓 所以這個胎壓打到260 KPA 大概是37 PSI了 我們是第二梯 之前這台車不知道是誰是的 它也沒有去降胎壓 所以它就維持這個胎壓在開 我們現在把它降到31到32 PSI 大概是220 KPA左右 還是覺得有一點點彈跳 產生在後軸 那我沒辦法想像 前一家媒體師這台車的 它37 PSI是怎麼開的 所以後軸的彈跳還是有 輪胎的噪音還是稍微大了一點 不過這一次那隻姐特別強調的東西 我都感受出來了 包含了座椅的發泡棉 包含了安全配備 這幾個部分它是有進步的 但是我一開始所講的 先天的條件 它所給你的就是一具1.6升 自然進氣引擎搭配的CVT 這個部分你就不能要求太多了 因為它先天 你不能拿它跟現在大家流行的 渦輪增壓來比較 加上自然進氣引擎 你要做馬力上大幅的提升 確實是比較困難的 那以先天的條件下 它就只能做這樣子 所以 納資傑這次特別強調的重點就是 我補足安全性 讓全家出遊的時候 或是你上下班通勤 有更好的安全 以及如果你買到比較高規格的版本 有一個12吋的螢幕 讓你的擴充性更好 以及駕駛輔助更完整 這個我想是S3誕生的目的 那我們今天試駕的心得呢 也許可能會有些人覺得說 哇你怎麼那麼堵舌 但是我只是把我開這台車的感受 很完整的表達給每個消費者 大家去試車的時候 可以不妨去體驗看看我今天所講的一切